咱们今天来说一件发生在河南许昌的凶沙案 2001年8月3号凌晨4点35分 这正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酷暑中的人们在这种凌晨难得的清凉的天气里睡得正香 突然许昌市区向阳路光明小区八号楼里边传出来了一声尖叫 哎呦失火了救人哪 听到呼救声人们都惊醒过来 发现四号房的韩燕霞家里边是大火冲天 邻居们立刻拨打了110和119 在消防人员全力扑救之下 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然而消防队员破门而入 进入起火点的时候都被惊呆了 几乎散架的床上啊 躺着一具焦尸 尸体旁边是一个已经烧得滚烫的煤气罐 消防人员首先把这危险的煤气罐搬离现场 否则再有几分钟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接警之后 许昌市公安局以及魏都区公安分局的有关领导 率领着技术侦察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通过现场勘验就发现这么几个特点啊 屋子里面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了 死者全身呢都叹化了 颅骨暴露腹部爆裂五脏六腑都暴露了出来 经过法医检验 死者舌头外伸猴头无水肿 气管支气管都没有烟灰 肺部有两个贯通窗口并且周围有血 听友们听到这应该也发现不对劲了呀 因为死者呀明显是死后才被燃烧的最终啊 确定死者生前呢 被人用外力作用于颈部机械性窒息 后来被人用锐气刺破右肺导致大出血而死亡 随后才进行的纵火焚尸 据此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焚尸案 一场这么恶劣的杀人焚尸案竟然发生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里 甚至还差点酿成了一场不堪设想的爆炸 一旦爆炸会造成多么大的伤亡 确实是不敢想象 案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魏都公安分局对此案高度重视 在对现场进行认真勘察准确定性的基础之上 办案民警也围绕死者韩燕霞生前的活动情况 以及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排查 把死者的丈夫蔡某 死者的前夫张文远 以及死者关系密切的王某等多名嫌疑人 都纳入到了侦查范围之内 当年8月3号9点半 嫌疑人张文远被依法传唤到了五一路派出所 但是在询问过程之中 张文远神态自如 一点破绽也没有 民警只能是把张文远暂时留置 继续盘查 与此同时 民警们又兵分多路 分别到宇州 洛河 许昌县等地 对多名嫌疑人进行调查 并且对张文远的住宅 依法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张文远曾经为韩雁霞及其韩雁霞的儿子 办理的五张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交款收据 经过逐一调查核实 王某等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只有张文远的疑点不断上升 这张文远当年34岁 原本是许昌市第一造纸厂的工人 后来是世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代办员 1999年 与韩雁霞离婚了 儿子呢 是由张文远抚养 经过调查 张文远的作案疑点是什么呢 1999年 张文远和韩雁霞离婚之前 张文远发现呢 韩雁霞有外遇 离婚之后 张文远抚养儿子 生活困难 这韩雁霞与蔡某结婚之后呢 张文远对韩雁霞是怀恨在心 2000年8月份的时候 张文远说服韩雁霞 办理了5份人寿保险 受益人是张文远和韩雁霞的儿子 根据人寿保险的有关规定 如果投保人发生意外死亡 保险公司将承担30万的赔偿 2001年8月1号 10点30分的时候 死者最后一次手机的通话人 就是张文远 8月3号凌晨 张文远的儿子哭着 找自己的爸爸 根据这些情况来分析 张文远具有作案的动机和实践 于是啊 又对张文远实施了突击审讯 但是张文远还是不公认 有关的犯罪事实 这就让侦破工作呀 非常的被动啊 张文远呢 拒不交代事实 侦查中获取直接证据又比较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 魏都公安分局多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鼓励大家呢 坚定侦破案件的信心 同时又果断的做出了决定 8月6号对张文远实施刑事拘留 并且成立了八三杀人焚尸案攻坚专案组 刑侦大队的队长教导员副队长带领着刑侦人员 甭管是吃事住都在专案组也不回家了 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针对张文远的种种疑点 侦查员呢 对他在7月31号到8月3号凌晨之间的所有活动和现场情况 重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核实 制作调查访问笔录50来份 在对张文远的讯问之中 张文远呢 对于涉及死者有关的问题呀 依然是避而不谈 8月6号到8月9号 专案人员对张文远展开了三天四夜的突击审讯 在有关证据面前 迫使张文远交代了杀死韩燕霞的犯罪事实 但是啊 张文远对杀人焚尸的具体情节仍然拒不交代 并且反复的在那翻供 随后的十来天里 侦查员和张文远斗智斗勇 继续开展调查和讯问工作 获取并且证实了张文远的有关犯罪细节 当年8月17号上午 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持之下 运用先进的测谎科技手段 对张文远进行了心理测试 通过测试也坚定了办案人员的破案信心 从8月17号下午开始 专案民警呢 对张文远进行了24小时 不间断的突击审讯 8月18号下午5点 张文远终于交代了杀人焚尸的全部犯罪事实 张文远呢 与韩燕霞婚姻破裂之后 一直是怀恨在心 由于自己没有固定的收入 还要抚养儿子 在从事保险业务之后就有了骗保的念头了 2000年8月份 张文远说服韩燕霞买了5份保险 其中3份根据保险规定 被保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子女 可以获得30万的赔偿 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呢 张文远的父亲因为得病了 需要住院治疗 自己又没钱 他着急呀 于是就加快了骗保杀人的犯罪步伐 8月2号9点 他带着匕首到了韩家 让韩燕霞提前支付儿子的抚养费500元 韩燕霞不但不给 反而呢还吵起来了 说张文远整天不管儿子 也没有能力抚养儿子 你还是把儿子给我吧 张文远呢恼羞成怒 把韩燕霞打倒在地上 掏出匕首 罩着韩燕霞的胸部连刺了两刀 又用电线勒住了韩燕霞的脖子 韩燕霞死亡之后 张文远又在屋子里面翻箱倒棍的 抢走了韩燕霞的手机 保险单 以及一条金项链 一个金戒指 一串钥匙 还有26块钱的现金 还把韩燕霞的尸体 拉到卧室床上 脱掉韩燕霞的衣服 企图制造盗窃 强奸杀人的假现场 来逃避打击 后来张文远呢 又放弃了这个策略了 他就想着 我还不如彻底的毁掉痕迹证据呢 因为害怕白天实施放火爆炸 不容易逃跑 决定凌晨呢 再到韩家放火去 张文远呢 就出来了 在韩家到光明路中间的一个公共电话附近 故意把抢到的手机就扔了 企图让捡到手机的人通过打电话来转移和扰乱警方的视线 同时啊 又另外找地点 把作案所用的匕首 还有弄来的这些手势啊 就都藏好了 接下来就跟平时似的那么生活 当天晚上张文远就接到了韩雁霞家的亲友的电话 就问张文远你知不知道雁霞去哪了呀 这让张文远呢很焦躁啊 哎呀 这尸体还没处理完呢 他们就问我韩雁霞去哪了 到了凌晨两点 他看儿子睡得着着的啊 自己呢 就骑自行车直奔韩家 用刚才抢来的钥匙开门就进入到韩家 从卧室里翻出毛巾被 盖在韩雁霞的尸体上 又把衣柜中的衣服等等易燃物 都拿出来放在尸体周围 然后进入厨房 用菜刀把煤气罐上的胶管就割断了 然后把煤气罐搬到了韩雁霞的尸体旁边 开阀看有气 然后呢 又把那胶管啊连打了三个折 用一件塑料绳扎紧了 干嘛呢 他怕漏气 别我还没跑呢 他就炸了 那我不也死这了吗 随后用打火机 把毛巾被的四个脚点着了 等火差不多也起来了 张文远扔了钥匙 赶紧就逃回家里了 张文远也知道 他手头韩雁霞的保单一旦暴露 马上就会引起警方怀疑 他熟悉保险业务啊 他知道啊 即使没有韩雁霞所投保的保单 也可以通过挂师补办得到这笔巨额的赔偿 所以用剪刀把保单全都剪碎了 还在煤气炉上把这些保单的全都给烧了 烧了之后连灰都不敢到自己家的垃圾桶里 而是倒进了家属院公厕的垃圾堆里边 当年8月18号下午 在张文远的供述指认之下 专案民警分别在第一造纸厂家属院 和人民路西大办事处家属院 提取了作案后藏匿的匕首和金项链 金戒指 至此 这一恶性杀人焚尸骗保案 终于告破 张文远也被判处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就给大伙讲完了 大家也听出来 我这嗓子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一波流感病毒很厉害 大家也多多的保重身体 今天来说一什么案子 来说一白骨案中案 事发生在2012年 这一年的9月30号 正好是中秋节 这天上午9点20 辽宁省安山市千山区 唐家房镇西果园村 有一个六十多岁 姓沈的老爷子 正在自己家的那地瓜地里边 刨地瓜呢 这一搞头下去啊 就感觉不太对劲 手感不一样啊 把这泥土抖落抖落吧 这时候一个背角就露出来了 就盖着被子的那角啊 这老汉呢 心里边就很疑惑 这怎么回事啊 谁在我这地里边 怎么还埋条被子呀 顺着这被角继续挖吧 用稿头呢 轻轻的把这被子一扒开 一堆白骨就出现在了眼前 给这老爷子吓的呀 老爷子报警之后 辽宁省安山区公安局 千山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屈军皱起了眉头 他这心里边清楚 这肯定是个棘手的案子 他们赶紧呢 派人到现场进行勘查 勘查现场显示 这具白骨埋的不深 也就半米左右 是一具男性的尸骨 身高呢 应该是一米八左右 用下凉背在那包裹着 小腿那儿啊 用一个红布条子给捆着 上身穿的是紫红色的 一件中肠棉衣 上衣兜里呢 有个手机卡 下身呢 穿着一条灰黑色的牛仔裤 由于都是化仙类的 所以呢 也没腐烂 副大队长苏睿 在紫红色的长棉衣上 发现了几个刀口 屈队 你快来看看 被害人呢 应该是被利器刺死的 很可能是一起 故意杀人案 那么这片地瓜地 到底是案发现场 还是埋尸现场呢 死的又是什么人呢 一连串的问题 让民警们呢 这心里边 是越来越凝重 专案组 通过综合现场 勘察结果 初步认定 这地瓜地 很可能是杀人案的 埋尸现场 死者是谁 那查找尸员 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专案组是兵分三路 全力的查找尸员 一路由刑侦技术人员 将白骨样本连夜送到公安部 进行DNA鉴定比对 一路在全国失踪人口信息库里 进行排查比对 第三路呢 在埋尸现场周围 展开全方位的走访排查 并且啊 将白骨上衣内发现的手机卡 送给技术部门来进行鉴定 10月6号 他们呢 就来到了台安县 一位农民的家里 这位农民呢 叫刘茂明 去的时候啊 40多岁的刘茂明 跟妻子在院里边干农活呢 民警来了 刘茂明也挺吃惊 哎呦 什么事啊 别说他吃惊 民警更吃惊 简直是大吃一惊 怎么回事啊 原来公安部对白骨的DNA鉴定 已经有了结论 死者就是刘茂明 可现在刘茂明活生生的 就站在面前的呀 是DNA鉴定出错了 还是这起案子另有隐情呢 各路信息啊 就都传过来了 经过鉴定 被害人衣兜里的手机卡 最后是2008年 在安山市台安县使用过 通过DNA比对 DNA的样本呢 和07年广州发生的一起 入室盗窃案的嫌疑人 DNA样本一致 而那个嫌疑人就叫刘茂明 刘茂明就是台安县人 手机卡在台安使用过 刘茂明又是台安人 所以这就迅速的确定了失源 可是这一确定失源 让专案组这心里边 更打了一个问号 人没死啊 指导此案侦破的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副支队长孙静邦 这一看这情况不对 那赶紧的汇报吧 大队长屈军呢 赶紧带人又来到了台安 经过仔细的询问了解 这刘茂明确实是刘茂明 可是这个老实芭蕉的农民身上 没有半点劣迹 侦察员们采集了刘茂明的血样 通过与2007年广州入室盗窃案 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 完全不吻合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在广州采集的DNA 压根就不是刘茂明的 很有可能啊 是死者在采用信息的时候 盗用了刘茂明的身份 专案组又立刻调取了2007年 那起盗窃案的相关资料 发现这起案件里除了刘茂明 还有一个同案犯姓苏 白骨的身份之谜 看来得从这姓苏的人身上解开了 侦察员们呢又火急火燎的 赶到了安山市七大山铁矿一个居民区 找到了已经刑满释放的苏某 苏某一看警察怎么又来了 我刚回来啊 我又犯什么事了 一开始啊 对五年前广州盗窃案同案犯的相关情况 是遮遮掩掩的 可是你这遮遮掩掩的在民警面前没用啊 最后终于低下头来了 原来当时和他一起犯案的根本不是刘茂明 而是家住台安县的唐某 这苏某的话 终于验证了民警们的猜测和判断 可是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 杀害唐某的凶手在哪 专案组呢 围绕着唐某生前的社会关系 以及亲属关系 展开全方位的调查 发现唐某呢 还另有案底 他是2008年11月份 发生在安山铁东区一起绑架案的再逃嫌疑人 当时参与绑架的一共三个人 一个姓胡 一个是唐某 另一个是这个胡某的叔叔 绑架案发生之后 胡某呢 被公安机关抓获 判了16年 现在正在沈阳市监狱服刑呢 那老胡呢 在狱中服刑不到一年 就病死了 既然是同案犯 就说明 这老胡叔侄俩 和这唐某关系非同一般 要查杀害唐某的凶手 突破口 就应该是胡某 10月23号 专案组赶到了沈阳市监狱 将正在服刑的胡某 押解回安山 面对讯问 胡某呢 反正就一问三不知 什么姓唐的 不认识 他去哪儿 不知道 我叔叔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哪儿清楚 不过民警里边 可是有一位全局出了名的心理专家 他们凭直觉就判断出来 凶手不是老胡 就是这小胡 他们这心里边有鬼 10月23号 晚上8点左右 侦察员们 盯着铺满一桌子的案件资料 在那里头去啊 结果一不小心呢 把十几张照片碰落在地上 有两张照片呢 就叠在一块了 就这两张照片让大家是异常的兴奋 怎么回事呢 这两张照片啊 一张是腿骨照片 一张呢 是当年绑架案受害人的照片 两张照片上可都有相似的东西 那就是小腿上系的红布条子 经过鉴定捆绑白骨双腿的红布条 和捆绑被绑架者的红布条子 是出自同一块布 当民警们拿着这块红布条 放到胡某面前的时候 胡某啊 终于是认了 我认了 我躲不过去了 据他交代啊 2008年11月26号晚上 他们三个人呢 在安山铁东区实施了一起绑架案 在这个过程之中 唐某因为害怕 就想着中途退出 胡某的叔叔老胡 见唐某要往后缩 就跟他发生争执了 情急之下 就用刀把他给捅了 这胡某说呀 哎呀 我当时啊 出去买方便面了 我也没在现场 我也说不了那么清楚 这胡某 明显他这话里边还有话 明显他还没老实交代 警察呢 也不能完全信任他 为了充分还原事实真相 专案组是马不停蹄 连夜找到了当年绑架案里 遭到绑架的张女士 据张女士回忆 绑匪用红布条 蒙住他的眼睛 捆的呢 只是手脚 可没堵住他的耳朵 说他们呢 是以老大老二老三相称 可能啊 是怕张女士知道他们的名字 或者绰号 张女士记得 他听到老大和老二发生争吵 随后听到的就是用水 刷洗地面的声音 之后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 张女士啊 最后又说了一句话 哎对了 老大和老二争吵的时候 老三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呢 一步也没离开 最后补充的这句话 在警方最终确定 叔子俩 谁是杀人凶手的时候 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警方由此推断出 胡某参与了杀害唐某 清洗现场和埋尸的全部过程 当民警把张女士的录音 放给胡某听完之后 胡某这算是彻底放弃了抵抗了 他交代 四年前的那天晚上 叔叔啊 用刀子把想要收手的唐某杀死之后 他帮着叔叔把唐某的尸体 拖进了卫生间 用布条子捆好了小腿 然后挪到了那片地瓜地里边 就埋起来了 胡某坦白说呀 我叔对我说了 这事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要对任何人讲 如果漏了封 咱俩都是死路一条 后来他叔叔一死 胡某还感觉 这挺好啊 他终于死了 这秘密不会被吐露出去了啊 胡某说 为什么要实施08年那期绑架案 是因为叔叔啊 跟邻居发生了口角 用砖头把邻居给拍死了 你看这又是一起大案 为了弄钱前逃 这才找到他和唐某绑架张女士 为什么选择张女士呢 是因为张女士啊 穿的挺洋气 开着一辆小轿车 出手挺阔绰 就觉得他肯定有钱 大白天的就在街上绑架了他 一起埋藏在地下四年之久的白骨案 警方用了23个昼夜 就把这谜底揭开了 一串扑朔迷离的暗中案 也终于是真相大白